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政府来带头对过去大家对老人的定义是认为老年人就是体弱多病 观念落伍或者需要被照顾这好像是社会的负担他们是社会福利的使用者 是国家经济的负担 我们觉得我们要把它去标签化 希望能够燃起一场觉醒的社会革命 嘉义市政府透过成立长者热音乐团 发展长者自传小说等方式 进行跨世代的沟通与共融模式 启动长者圆梦动能 倡议影法世代以蜕变为永壮世代 并设立大龄圆梦自我挑战计划 规划属于永壮世代的第三人生 创造全家永壮风 全家乐起来活动 总共筹组了六团勇状乐团 经过五个月的培训和四次的公开演出 于12月3日在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成果发表会 即特色市集 以音乐时光机为主题 带领大家回到青春的少年时代 其实在这半年我们有了 加今天总共有五场表演 其实刚开始我很担心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有基础还是没基础 没基础在两个月内就要能执行 其实是蛮挑战的 但我们的师姿也相当的优秀 然后有非常好的引导 然后长者在无痛的学习 就是其实快乐的学习中 然后他们又有很好的展现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能站上舞台 可能从来没有站上过舞台 所以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大的突破 所以我给我们每一位学员都相当的肯定 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他们的学习态度跟学习的那个热忱 非常的强烈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说真的 比我预期的好很多 那我也非常享受在这段时间的练习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学过合唱团 真的想要自己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因为师姿也很好 同学也都很好 所以我在这边学到很多合唱团的技巧 还有老师也是非常辛苦地教导我们 感谢嘉义市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 像我是小时候没有办法圆的梦 借由这一次来 玩得很开心 然后虽然快七十岁了 觉得人生还是很精彩的 音乐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许多勇壮的长辈借着机会圆了年轻时的梦 勇壮乐团除了音乐方面的课程 考量到长者的肢体状况 在课程规划上也特别安排了肢体律动的课程 融合一些医学的概念 不只学习到音乐上的知识 也可以借由活络筋骨让身体更健康 嘉义市在高龄友善的政策 支持资源 创新作为等方面发挥社会影响力 并推动勒临勇壮城政策 由政府带头透过城市治理 构建社会共融的永续环境 成为阻挡引发海啸的先锋 并且在2023年荣获第16届TCSA 台湾企业永续奖高龄友善领袖奖 嘉义市在民国100年 就是台湾的高龄友善示范城市 那我们知道对高龄友善 就是对全龄友善 而且我们也主张我们的愿景 就是要做一个全龄共享 世代宜居的一个嘉义市 乐龄勇壮城的启动 鼓励勇壮族不仅要拥有 强壮的身体 更要拥有强壮的心态 要勇于挑战潜能 实现梦想 培养兴趣 持续获得生活动能与自信 自行满足经济需求 提高生活品质 为自己的第三人生负责 追求壮阔人生 不要成为下个世代的负担 进而为社会带来活权与永续 让整体社会与永壮族一起 共创永续城市 嘉义市是一座拥有一个 人文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 我们希望能够运用一个创新活力 和这一个有老灵魂的城市特色 一起起来 我们要持续去发展 发掘勇壮的力量 把勇壮的文化能够延续下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